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东吟鬼咒里的最后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老王刚刚来到外国出差 坐车去住宿的时候对路边的一个金发美女一见钟情 之后他搬进公司给他分配的房子中 通过和领导的通话他得知这个房子曾经是董事长和情妇的住所 而抢上挂的照片表明那个情妇竟然就是今天老王遇到的金发美女 老王拿着书躺在床上看一不小心睡着了 迷迷糊糊间他看到一个人从门峰走过 老王起来出去查看什么人也没有 他走到酒柜倒了一杯酒之后又躺在床上继续看书 朦胧间仿佛有一双女人的脚在蹭自己 老王只当是酒精作祟可他一转身好像看见了一头金发 吓得他立马从床上坐起 紧接着领导带来电话说董事长自杀了 要老王赶紧从房子搬出来 就在老王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发现了床下金发美女的尸体 而金发美女也慢慢的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看着美女那动人的长相老王没舍得报警 之后的情节子行脑补 第一个故事结束 第二个故事 男主大壮每天上班都在观察 这天他绘制出来了一幅路线图 可以躲避公司的摄像 原来大壮是商业间谍 他很快按照自己的路线盗取了公司机密 之后来到了电梯 电梯里站着三个人 尽管这三个人很诡异 但赶时间的大壮还是走了进去 大壮按下了一楼 但电梯却一直向上 慌忙中大壮的情妇给他打电话了 可是话说的一半竟然没有信号了 下一刻电梯里的灯也熄灭了 很明显电梯出了故障 这让盗取公司机密想要逃跑的大壮非常紧张 然而电梯里的另外三个人 却在非常淡定的交谈 慢慢的手机恢复了信号 请妇打来电话说 如果大壮在最后一班电车到来 之前没有赶到 那么自己就会自杀 就在此时手机没电了 大壮通过电梯里的紧急通话向外求援 而外面的人却说 从摄像头里看电梯只有他一个人 这下大壮才知道剩下的三个人都是鬼 大壮把公司的机密拿出来 跪在地上求三个鬼不要伤害自己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 电梯门打开了 大壮还把救援工具看成了一只血手 看来着实吓坏了 出去之后 大壮马上赶去阻止情夫自杀 可是在路上 大壮居然又看见了电梯里的那三个人 原来刚才在电梯里 大壮就该死去 现在有一个黑衣人走到三个人的面前 黑衣人是死神 他向三个人汇报 大壮一会儿将会死于工程事故 果然不一会儿之后 大壮就嗝屁了 原来这三只鬼买了死神的旅行团门票 可以观看火人的死亡过程 他们询问黑衣人大壮的情夫 到底会不会死 黑人回答 情夫将会在49年之后去世 很明显情夫刚刚是在